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那边的耶利哥平原 那在这边大概停留了半年之久 我们来复习一下 整个出埃及的第一年的结束 是以这个会幕完成直搭起来 那是在这个整个第一年的下半段 都在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年的一月份 就是上帝在启示立位祭 第二年的二月一号开始 就是启示民宿季 然后呢 他们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出发 从西乃山那边出发 然后往应许之地往北走 那其实这个路程呢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抵达应许之地的边境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很不幸的 他们因为信心的软弱背逆神 不愿意进去 在旷野一晃就又晃了三十八年 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四十年 终于在第四十年的一月 他们又再一次的来出发 来到了边界的家底市 然后呢 五月一号 这个亚伦大祭司死在旷野 五月一号之后呢 他们就绕到这个以东的东边的旷野 往北走 因为以东不给他们借道而行 他们其实原本只要顺着 越旦河以东的地方 往北走就很近 可是以东不愿意让他们路过 他们只要绕到以东的南部 再绕到以东的东部 慢慢的走 很困难的旷野路往北走 最后呢 就到了这个摩押平原 准备要渡河 在摩押平原一待 大概就待了半年左右 在这个出埃及之后 第二年十一月一号 摩押 摩西就在摩押平原 开始领受生命纪的启示 然后在隔年出埃及之后 第四十一年的一月十号 约书亚带领百姓渡河 因此呢 整个出埃及之后 的这个 第四十年的下半年 都是在摩押平原渡过 准备渡河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二十五章 讲到在摩押平原 准备渡河之前 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押女子 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 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为什么他们在摩押平原待这么久 原来就是发生这件大事 百姓被摩押女子跟米店女子 联合引诱去敬拜偶像 这个偶像叫做巴利比尔 巴利是迦南人 他们喜欢敬拜的一个雨神 或是暴风雨之神 因为这个以色列人 以前是游牧民族 来到的应许之地 这边是一个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就会拜雨神 希望风调雨顺 然后呢 大丰收 有丰盛的生命力 生殖力 因此呢 他们就被摩押跟米店的女子引诱 去拜偶像 甚至跟这个偶像的庙里面的 庙祭苟合 那这个收主义是谁出的 我们后来在民宿记 三十一章十六节 也就让我们看见 就是出于那个假先知 巴兰出的收主义 因此神非常愤怒这件事情 后来在三十一章里面 巴兰也会被以色列百姓 按照神的吩咐 把他杀了 巴利比尔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比尔这个地区 所敬拜的巴利神 因此呢 他们与他联合 这个联合代表与 拜偶像的偶像联合 也包含与他们的庙祭联合 或是与他们这些女子 来形影苟合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大大的发作 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 将百姓中所有的组长 在我面前 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神太生气了 因此神要审判这些 做领袖的 你任凭你们的百姓 做这种事情 你们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此要把他们处死 挂在木头上处死 把这些组长领袖处死 于是摩西吩咐 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凡属你们的人 由于巴利比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上帝的吩咐 是把组长全部处死 可是摩西不愿意 摩西就更改耶和华的命令 只吩咐说 把实际有去 跟巴利比尔联合人杀了就好了 这件事情也引起耶和华的愤怒 经文往后看我们会发现 耶和华的愤怒产生了瘟疫 因为摩西不愿意去杀死 所有的组长 擅自更改耶和华的命令 所以瘟疫就爆发了 所以第六节瘟疫爆发之后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 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 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会众 在耶和华的会幕门前 哀求耶和华 让瘟疫停止 不要再审判他们了 不要再杀死他们了 因为瘟疫已经爆发了 谁知 就在这个大家哀哭的时候 求耶和华赦免他们的时候 谁知的原本是看啊 就说大家原本是在 耶和华会幕门前 跪着在那边哀求神的时候 忽然作者说 看啊 看什么呢 有以色列中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竟然带着一个米店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哇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以色列会众 在那边哀求耶和华 饶他们一命 不敢了不敢了 让瘟疫停止吧 谁知 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 公然把一个米店女子 带回营地当中 要跟他行营 以前都还是到营地外 去跟那些磨牙女子 米店女子行营 现在这个人过分 明目张胆 在这个时刻 把人带进营地里面 要行营 大家都觉得 不可思议 怎么这么敢 第七节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 亚伦已经死了 所以这时候大祭司 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 叫菲尼哈 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跟随着那以色列人 进到亭子里面去 便将以色列人 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了 一枪刺进去 两个人同时被刺穿 刺在他们的肚腹 代表那两个人 那时候正在苟合 因此呢 这样 在以色列人中的 瘟疫就止息了 那时遭瘟疫而死的 有两万四千人 这一次遭瘟疫而死的 比上一次的 可拉叛变事件 死的人还要多 代表这次 耶和华是非常的愤怒 就已经准备要渡河了 你们还干这种事 耶和华不生气才怪 耶和华就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 消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 就是因他在百姓中间 以我的祭邪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 把他们除灭 上帝因为菲尼哈 当着以色列百姓的面前 他不能容许 有人在神的营地里面 公然做这种 侮辱上帝的事 当场就杀死了 这一对男女 上帝的瘟疫就停止了 因为耶和华说 因为在你们当中 有祭司 愿意以祭邪的心 来侍奉我 因此我就 我祭邪的心 就停止向你们发怒 祭邪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 就是嫉妒 就是说 他不容许这种 玷污神 侮辱神的事情发生 他受不了 这个忌邪的心 神原本是圣洁的 所以他不容许 百姓 用不圣洁的方式 玷污他 百姓跟这个偶像联合 跟妙计 狗和 跟外邦的妇女 行淫 这都是对上帝的一种 圣洁的侮辱 因此上帝 祭邪的心 受不了 就要审判百姓 而当他发现 祭司当中 有一个人 叫做菲尼哈 他也一样 有一颗 祭邪的心 他不容许 上帝的百姓当中 竟然有人敢 冒犯上帝 祭司就把他杀了 因此上帝就让这一场瘟疫就停止 十二节 因此你要说 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衣 作为永远当祭司指认的约 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上帝跟菲尼哈 立了一个永远的约 如同他后来跟大卫也立了一个永远的约 上帝要让菲尼哈 跟他的后代永远做祭司 上帝要让大卫跟他的子孙 永远做以色列的王 十四节 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 名叫辛利 他是杀戮的儿子 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领袖 哇天哪 原来这个男人 他是一个领袖 一个首领 而那被杀的米甸女人 名叫哥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原来一个是以色列的领袖 一个是米甸人的领袖 他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 在群体百姓在神面前 忏悔求饶的时候 这个辛利 这个辛利公然把米甸领袖的女儿 带进营地里面行淫苟合 十六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甸人 急杀他们 要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 在比尔的世上 和他们的姐妹 米甸首领的女儿 哥斯比的世上 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 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比尔的事被杀了 上帝说米甸人和摩押人 三番两次扰害你们 要使你们在这场 属灵战争中失败 失去了渡河到西边去 得地为业的机会 他们真是很可恶 所以上帝不会放过他们 一定会审判他们 今天经文让我们学习敬畏神 我们看见这位辛利 这么明目张胆的 就是不把神放在眼里 当场就被神 让菲尼哈把他击杀了 我们真的要引以为鉴 就算他是个领袖 他犯了罪 神一样出手 毫不手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真是说 以色列人真是糊涂 旷野走了四十年 终于来到约旦河的渡 眼看就要过河得地为业 竟然在那边 属灵的光景叠了一大焦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属灵的成功 常常变成属灵的失败之母 常常在成功之后 就松懈了 就骄傲了 就不把神放在眼里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把一切的得胜的功劳也归给神 在神面前永远战战兢兢的 尊主为大 不在神面前 惹动神 忌邪的心 就算我们是一个领袖 是神曾经重用的人 我们更加要成为 百姓的榜样 在神面前 敬畏神 讨神的喜悦 走主的正道 做一个圣洁的人 才能够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站立得住 愿神赐福大家 祝福我们 天天讨神的喜悦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